什么样的女人最性感?每个人的审美不同,男人与女人的审美也不同,但从传统观念上来讲,前途后撬的完美曲线一向被视作性感的标配,所以很多女人会选择通过医美手术来塑形,然而光是拥有傲人的三维,却没有匹配的优雅姿态,只会沦为风尘低俗。 法国女人向来被称为世界上最性感的女人,不是因为她们身材火爆,而是她们那优雅慵懒的姿态,以及独立自我的潇洒活法,这一期人物故事给大家介绍的这位女星虽然不是法国女人,也没有火爆的身材。 但是她骨子里的性感优雅更迷人,她就是好莱坞女星达克塔·约翰逊,订阅《酒窝谈奇闻》,了解奇闻意识,很多人认识她是从电影《50度徽》开始,这是一部尺度非常大的作品,达克塔·约翰逊因为在片中的精彩表演入围了第25届MTV电影奖的最具突破表演奖,晚点我们再讲这部戏,现在先去看看她在洛杉矶的豪宅。 虽然达克塔的作品尺度很大,但是她其实走得法式慵懒风格,私下的性格也偏文艺,这套豪宅是她购买的第一套房子。 前一个主人是导演兼演员瑞恩,莫菲,瑞恩,莫菲是好莱坞的名流,本人多才多艺,以编剧的身份出道,是热播剧集整容式的编剧,后来转型当导演,指导了许多经典美剧,比如欢乐合唱团,美国恐怖故事等。 达克塔说,因为瑞恩,莫菲家里的人越来越多,这栋房子太小,无法满足她的需求,她只好搬走了。 这是达克塔在买房时看的第二套房子,很喜欢就决定买下它了,房子一共两层,楼上是卧室,楼下有客厅、餐厅、工作室、厨房,外头还有个带泳池的院子。 对于普通人来说,还真是不小,但是在好莱坞名流剧集的地方,动不动就是几千万到上亿美元的超大豪宅,这套房子真的算是很低调了,这跟达克塔的性格有关吧,它其实还算是低调型的,看看客厅里的陈设,据说家具都是老式的,沙发非常古老。 他找了人用马海毛汁料重新改制,是复古的黄色,低调又能彰显主人的品位,插机也非常有趣,底部是竹子做的支架,造型独特,据说是瑞恩,莫菲留下来的,达克塔非常喜欢,所以搬进来十秒扔掉,留下来继续用了。 真是个勤俭节约的好姑娘,客厅里还摆放了钢琴,但是达克塔说自己弹得不是很好,他更喜欢听唱片,收藏了很多黑胶唱片,按照字母排序全部摆放在柜子里,整整齐齐的,达克塔单独划分了一间房间出来作为工作室,他平时会在里面看书,看剧本,或者需要开会时,也会约到这里来。 他最喜欢的是他的书架,是嵌在墙壁里的红棕色的石墓,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,他很喜欢阅读,经常被狗仔拍到逛书店,书架上还有美国著名摇滚女诗人帕蒂·史密斯送给他的诗籍,这个女人也是个传奇的人物,改天在巴他的精彩故事。 另外就是达克塔收藏的画作和各种奖杯工艺品,这里要特别说的是,墙壁上挂着一幅非常独特的照片,是达克塔的外婆的照片,照片中外婆扶在栏杆上望着远方,脚边是一只大老虎。 没错,是活生生的大老虎,这是外婆的独特爱好,喜欢养狮子和老虎这样的猛兽,达克塔是星三代,他的外婆就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著名女星蒂比海德利,后面再讲他们家族的故事,先把房子看完,餐厅的装饰很温馨,整体的色彩搭配,以及玻璃桌面都显得很干净,厨房的面积不大。 达克塔说他很喜欢绿色,所以将橱柜门都刷成了绿色,是比较活跃的绿色,不会觉得老气。 平时达克塔也喜欢下厨,经常烘焙,他很喜欢喝茶和喝咖啡,在家里都是自己动手煮。 房子的后面是院子,有一个游泳池,达克塔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柠檬树和一棵橘子树,都结果了,居住环境最能展现一个人的性格与喜好。 这所房子与达克塔一样,低调又有着高雅的品位,给人一种很舒适慵懒的感觉。 达克塔这种骨子里的优雅慵懒,应该是遗传自他的外婆地比,海德丽地比。 海德丽有着金色的头发,立体的五官,冷艳的气质,优雅迷人,她是西区柯克的御用女演员之一,因为与大导演西区柯克合作电影《群鸟》而走红,晚年的她出书爆料。 当年在跟西区柯克合作时,曾多次被她骚扰,地比,海德丽的女儿梅兰妮·格里菲斯也是演员,从小就跟着母亲地比出入片场,1988年拍摄了电影《打工女郎》,并凭此拿下了金球影后,梅兰妮有过两段婚姻,第一任丈夫是演员唐约翰逊。 她出演了去年公映的悬疑片《历任出鞘》,达克塔·约翰逊就是两人爱情的结晶了,与唐离婚之后,梅兰妮又再婚嫁给了另外一位著名演员安东尼奥·班德拉斯,电影《佐罗的面具》的男主角。 两人育有一女,在2014年6月离婚,达克塔·约翰逊9岁就开始拍电影了,导演正是她的继父安东尼奥·班德拉斯,女主角是妈妈梅兰妮,达克塔与妈妈在电影中演的是母女,这部影片的片名叫《疯狂阿拉巴马》,讲述的是一位疯狂的辣妈到好莱坞寻梦的故事。 达克塔·十二岁时开始为时尚杂志拍照,十七岁时签约了模特公司,以模特的身份出道,所以她身上的优雅姿态与她的模特生涯分不开,看看人家端着咖啡的街拍,都像是在走台步,要换成是我们,就像是送外卖的了。 她的衣着品位也非常好,走的就是法式复古风,红毯的造型也很赞,优雅又性感,看看她与妈妈,外婆祖孙三代的合影,达克塔的身段和气质都是遗传自她们,一家三个女人都是优雅迷人的女性,真让人羡慕,达克塔也并非一出道就大红大子。 而是在好莱坞打了多年酱油之后,才遇到让她一举成名的角色,24岁那年,达克塔拍摄了限制级影片《五十度灰》,这部影片尺度有多大呢? 这么说吧,比李安的《色剑》还要大就是了,这部影片还有一个中文译名叫《格雷的五十道色剑》,大家戏撇,格雷就是男主了。 故事讲述的是纯真的女大学生安娜为了写校报,约了高副帅克里斯钦·格雷的采访, 结果两人一见钟情,坠入爱河,可是随着进一步的发展,安娜发现格雷喜欢玩不可描述的游戏。 虽然评论家批判这部限制级的影片内容空洞,吐槽女主角达克塔的胸太小,身材不好,但是也不妨碍影迷们对这部剧集的喜爱,后来该片又拍摄了两部续集,分别是《五十度黑》和《五十度飞》,对于咱们国内的这些一名,果结我是真的服气的,因为这部剧集达克塔红了, 成为了好莱坞当红小花中的一员,不过,目前除了《五十度》这一系列,她参演的其他影片反响平平,挑剧本的眼光还得再提高, 但是国姐觉得这妹子还是很有前置的,外形很有辨识度。 演技也不差,缺的就是好剧本好角色了,最重要的是,目前的她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绯闻和不良嗜好, 父母和外婆也都是好莱坞的名流,家教还是真的很重要的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, 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留在评论区,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,觉得内容还不错的朋友可以点击订阅, 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,我们下期见。